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母体平均数的假设检定 这一部分我们是解说的是小样本双尾的问题 小样本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同学 在n大于30的时候 不管母体是什么状况 根据中央极限定理 抽样分配都会近似常态分配 以常态分配来做Z来做 可是小样本的时候我们有要求的是 如果说母体不是常态 抽出来的分配也不是常态 那么最低限度要切进土堆的形状 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 第二个母体最好是常态分配 假设我们用的是S来取代Sigma 一般来说都是这样做的 那么在这种前提之下 要用T分配来做一个修正 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使用的是T表 那么我们在这边 我们再来强调一下T表的部分 T分配表 我们注意一下 这边有自由度在这边 代表的是我们的N N-E的位置 各位同学的话 不一定是N-E 因为这个自由度 在双母体 多母体的情况之下 那么情况会有所差异 那么以后我们再说 至少在单母体来说的话 我们的自由度就是N-E 那么它的图形 这个T表的图形 这边α就是指的是上面 这边Tα就指的是临界值 很重要的是 它跟Z一样左右对称的 然后是以0为它的一个中心 那么我们就遇到了一个T表的 一个查询的时候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来查 其实基本上很简单 现在我来介绍一个例题 有关于是用小样本的情况之下 我们去做一个假设检定 现在OK的超商 我们发现去年的平均的工作时间 39.5小时 这是一个标准的值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39.5的话 看看他们最近的这一段时间 有没有明显的差异 结果我们去抽查了5名员工 只有5个而已 发现工作时数平均多少呢 40.1 40.1怎么样 不一样 当然是要一模一样 实在是太不可能了 我们发现不一样 好像多了一些 标准差5.4 假设母体本身是常态分配 那么请问 现在的话呢 每周的工作时数 平均工作时数 跟以前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异 差异明不明显 那么怎么做呢 我们 α是0.05的前提 好 H0 我们把过去的标准值列出来 H0的话 它的μ就是母体的平均数 我们假设是一样的 39.5 对立假设 如果有所改变 就是不是39.5 不是39.5 好 那现在我们到底要接受哪一个呢 我们把我们的资料列出来 今天我们有几个样本数啊 N有五个 五个 那我们的 这是叫做 degree of freedom 自由度是几呢 4 我们的x bar是多少 我们的样本平均数 40.1 样本标准差5.4 α值0.05 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知道了 可以做 本身是常态分配 而且 我们要用T来做修正 这个地方是S 所以我们来查一下 这个T的图 这边是0.05 因为它是双尾的减定 所以把它分成了 切成两部分 一个叫做0.025 另外一个也是0.025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临界值要怎么查呢 现在把T表叫出来 T表我们叫出来之后 去查询的是 自由度是在几呢 在4的位置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地方是0.025 我们找一下 0.025的位置 找到了 是在2.776的位置 所以这边是多少 Tα是2.776 那这边是负的2.776 好 我们找到了以后 这就是我们的临界值 这两个 现在我们来算 我们的观察值 所形成的T值 是落在中间 还是落在两旁 现在一样的 我们跟Z值的做法一样 T等于X bar 减掉μ 除以S 除以根号N 那么我们算出来 这个X bar 是40.1 这是39.5 所以上面相减是0.6 下面 这个根号5 我们可以把它 直接提到上面去 就变成 0.6 乘以根号5 除以0.4 那么现在我们 按计算机 先算开根号 5 开平方根 变成了 2.23606 再乘上 0.6 再除一个 5.4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是 0.24845 好 这个数字 我们落点在哪里呢 还蛮中间的 在里面 在里面 说明了什么呢 我们的H0 没办法拒绝 证据不足以推翻 这个基本的H0的假设 也就是说 结论不显著 证据不明显 就是这样子 我们再来看看 第二个例题 假设一般人的 血液之中 胆固醇的含量 实陈常态分配 平均多少呢 180毫米拱柱 现在的话呢 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发现某地区 几个人 16个人 平均多少 200 这个比较高哦 样本标准差 50 那么我们的话呢 想要知道的是说 这一区人 跟一般人 是不是有明显的差异 这个可以做一个 这个调查 就是这批 这一个区域 是否有明显的差异 可能是跟他的生活条件 其他的一些习惯 可能他的环境有关系 好 首先 我们先把H0 先列出来 H0 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他是 180 μ是180 那么 对立假设 是不是180 现在我们的资料是 几个成人呢 16个成人 所以N是16个 自由度15 因为我们心里很明白了 这里只有16个人 是个小样本 X bar是200 胆固成很高 那么现在 我们再继续下去 S是多少 S是50 α值呢 α值是 0.05 双尾0.05 好 我们现在 把这个T的图 来画出来 这一样 也是0.025 0.025 但是我们的数字 我们不可能把它记下来 因为每一个自由度都不一样 我们需要的是考虑它的自由度 本题的自由度是在15的地方 我们就查这个T表 自由度为15的位置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找一下 15的这边 0.0.025 我们找一下 找到了 2.131 这边是 Tα是2.131 那这边是 负的2.131 有正有负 两边对称的 双尾的问题 那么今天 我们的T值 观察T值是什么 怎么算呢 T等于 X bar 减掉μ 这边S是用50取代 根号N 用16取代 好 现在200 减掉180 这个地方 数据很简单 200 减掉180 那就是20 20再乘以4 根号16就是4 除以20 我们算一下 上面是80 下面是50 算出来刚好是1.6 1.6在哪里 在这边 1.6的位置在这里 那么 我们要下什么结论 我们目前这个资料 还不足以去 支持说我们去推翻 μ是 正常人的状况的 一个 一个证据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我们只能说 结论 不显著 我们无法去拒绝 H0 我们这个单元里面 介绍了 小样本 双尾的一个 检定过程 检定过程 跟一般的题目 都完全一样 H0 H1 一样的 就是把它列出来 H1 它影响到 单位或双尾的 一个 一个写法 那么 我们要用的 小样本 基本上来说 能不用 就尽量不要用 能够大样本 就尽量大样本 小样本 实在迫不得已 有如 在临床试验 或者是在 考古学 这些部分来说 在生物科技上面 样本数 实在是难以去提高的 情况之下 我们只好用小样本 来做检定 那么要注意的是 它本身是在 常态母体的前提 而且 我们要用的是 T分配来做修正 T分配 注意的是 我们在显著水准 α的前提之下 要考虑哪一个呢 这叫做 自由度 做法一样 比较理论的体质 跟这个 我们的观察的体质 然后 看看它的弱点 最后 下结论